这一期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芝麻葱油饼 这是我私房的做法 首先我需要一杯的面粉 这个杯是240毫升的量 半杯的水 接着我们要把这个水加热到大约是70摄氏度左右 如果没有温度计的话 你只要看这个锅底出现很小的气泡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马上离火 把这个热水跟刚才的面粉混合 把这个面揉成团就可以了 这里的软硬度呢 稍微软一点或者硬一些都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给它静置15-20分钟 最好用这个布来覆盖 以免这个热气会形成水滴 接着我们来炒这个芝麻 我这里用的是生的白芝麻 如果你有现成烤熟的芝麻就免掉这一步 放到炉灶上用大火来加热 只要看到这个芝麻开始跳动 就马上关火 大概只要一分钟不到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一边放凉 利用锅的余热就可以把这个芝麻烤透 放凉以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石臼里面 墨碎 芝麻宁可没有熟透 也不要炒过头了 否则会有一点点苦味 这个芝麻磨完 把里面的香气全部放出来 下面我要准备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就是葱花 葱花尽量切得细一些 那么现在15分钟过后呢 我们再回到面团这边 先在板上撒一些粉 把饧好的面团放在上面 把它揉到光滑 把面团擀开 大约的长宽比例是24x24厘米 下面我们往面皮上抹油 那这个是让葱油饼起酥的很关键的步骤 我这里用的是椰子油 你可以用黄油 猪油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油的话 建议往里面调一点点的面粉 这样的起酥效果也很好 接着就是撒一些盐 薄薄的撒一层要均匀的撒过去 五香粉 如果没有五香粉可以用黑胡椒粉 然后呢往上面放我们刚才没过的芝麻 葱花 可以多放一些 边角都要放到 然后把它卷起来 把它分成六份或者八份都可以 把每一个小面卷的开口的部分给合上 然后从封口的两头上下压平 撒一些粉 再把它们擀薄 这时候呢你可以大胆的往外擀 不用担心馅料会爆出来 馅料可以放很多都没有问题的 即使中间有一点破也没有问题 尽量擀薄就好了 准备任何一款的煎锅 火开到中等或者偏高一点点 碗里面放油 这里的油量稍微要多一点点 这样煎出来才会香才会酥脆 煎的时候呢 记得要勤翻面 还有要不停地旋转 让它受热比较均匀一些 煎出来的表面颜色也会比较均匀 煎到煎饼表面微黄酥脆就可以了 取出来最好要用厨房纸吸一下油 厨房纸的标准最好要好一些的 可以上网查一下 薄乳纸 撕开来看 每一个层次的饼皮都非常非常的薄 这样子的口感吃起来就特别好 而且里面可以放很多的芝麻进去 就特别的香 然后这款是我煎得更透一些 煎得更酥一些 就时间煎得久一些 颜色也深一些 这个就比较脆 HAPPY NO HAPPY NO 它在里面放了芝麻 吃起来是非常的香的 薄很脆 我们的芝麻炒的一定不能过 第二个要用烫面 它可以让面团失去一些面筋 那么我们擀开的时候它不会回缩 所以就可以保证皮擀得很薄 其实平时在做葱油饼的时候 这个擀薄其实有几个难点 一个是面会回缩 第二个呢 那时候里面的馅料会挤出来爆出来 那么我今天这种卷法 这种切法 然后把头尾给包起来再来擀 你怎么擀它都不会爆出来 即使这中间破了 你仍然可以把它这个面皮擀得很薄 那么话说回来 只要你把这个面皮擀得很薄 你煎这个葱油饼就基本成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美食 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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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